- 歡迎收看哈新聞,我是花花,號稱台灣版金酸美獎的金蝦獎,目前已經搶先公佈入圍名單,欸,邁大哥,你先來跟大家講一下解釋一下這個金蝦獎的精神是什麼? 跟金蝦獎一樣,你的提名名單最好是大家都認識的,像金蝦獎每年都是亞當三德勒這種大明星,所以就是以大明星為主,因為大明星也可能會演插片演蝦片,也是很難說的嘛,所以就是這樣的一個狀況 再來就是說觀眾非常期待的,這個東西拍出來的片一定是非常棒,對這個劇情來講期待非常大,但是結果出來怎麼會這樣? - 對不對,我們現在選的- 落差就很大 - 我們現在選片都大,我都是強調說一定要大片,像今年的花樣啦,天台啦,這些都是大片,知名度要夠高,卡斯要夠大 - 唉唷,所以呢,接下來我們要秉持著金蝦獎的精神,請各位名嘴來回顧下今年2013年發生大大小小的新聞事件中 - 選出你們心中的蝦王以及蝦厚,還有最蝦劇情講,唉唷,恐怖囉 - 所以我們剛剛一開始,我們要先揭曉,最蝦女主角是誰啊? - 是嗎?真的嗎? - 好像喔 - 很像喔,你說臉嗎?還是整個感覺 - 那個掉掉那個掉掉,那也不錯,我覺得那我還算滿成功 - 專業,專業 - 她很厲害好不好,那接下來最蝦女主角是誰呢?來麥大哥 - 我們是一個個來是吧? - 當然要一個個來啊,唉唷 - 我先要講喔,我們這個蝦,金蝦獎,我們選都秉持我們沒有人身攻擊 - 對,我們從來不攻擊別人了 - 我們都是就騙論騙 - 伯君一笑 - 或舊演技 - 舊演技 - 對對對 - 那我們需要強調,所以我們現在選的名單也不會在任何人傷口上撒鹽 - 我們不會,因為我們不是玉琳哥,我們不會做這種事情 - 我們是雪中送炭 - 對,而且我們會,而且評審一定會解釋清楚為什麼要選他 - 好,所以,有什麼這麼喘啊? - 所以,有什麼這麼喘啊? - 到底誰啊? - 余美人呢? - 那我就不變參與,你就變成了 - 那接下來就讓我們麥大哥一個人講了 - 我退出,我退出評審團 - 為什麼你選余美人呢? - 其實美人喔,大家如果注意看台灣電影會發覺 - 其實台灣電影這一兩年美人演了非常多電影喔 - 欸? - 他幾乎所有台片他都有嘎一腳 - 有有有有 - 等於表示說其實大家導演都喜歡用他 - 演導演啦,不是演校長啦,演老師啦,演民意代表啦 - 有有有 - 各種的演戲 - 嗯 - 可是沒有想到今年的2013年 - 嗯? - 他自己爆發力部,他自創的原創劇出來了 - 欸? - 而且這個劇裡面他展現的演技跟他的電影之前電影裡面完全都不一樣 - 真的喔? - 這裡面的演技有各種的表現,譬如說有嘶喊 - 嘶喊 - 嘶喊 - 爆發,嘶喊 - 欸?這很難演 - 還有難難自語 - 有一場戲我今天很清楚就是 - 在經過一陣這個大戰爭之後 - 怎麼樣怎麼樣 - 他就出來跟一個攝影一邊走一邊說 - 大家都說我是女強人,我有這樣嗎?這樣 - 啤啤啤啤一邊走一邊難難自語你知道嗎? - 它有很多種戲的表現 - 欸?有戲劇當中演過 - 還有什麼? - 什麼戲最難演?跌倒的戲最難演 - 喔對 - 她也演了 - 她都有優 - 妳當不說不要蔡任主 - 她也講出來了 - 她也講出來了 - 我這個人就是忍不住了 - 她的戲喔,非常的千變萬化 - 很豐富啦,對不對? - 很豐富,就是說她那個層面就是 - 而且是,我剛剛講 - 這一齣自創劇是以前在我們電影裡面 - 看她這個表現是沒有的 - 層次的堆疊感很強 - 很強 - 很強 - 就譬如說狂叫啦,這樣施控啦 - 傷心啊,難過 - 傷心啊,然後這樣各種 - 可是我為什麼要選 - 照理說演技也很棒對不對? - 對啊很棒啊 - 可是為什麼要選金蝦對不對? - 因為她每一次的表演都不在觀眾的預期之內 - 觀眾都是不小心看到的 - 觀眾沒有想到說 - 啊我今天要去買票看這部電影 - 是是 - 可是沒有想到就上演了 - 喔 - 就忽然上映了 - 觀眾措手不及 - 啊怎麼會這樣? - 而且觀眾很多觀眾被嚇到 - 是喔 - 這是這個需要演的劇嗎? - 這是演員要這樣表現的情流露 - 怎麼會是這樣子嗎? - 就是完全沒有心理準備 - 是是 - 所以我的女主角的原因 - 是是 - 是這樣的結果 - 就選了這個 - 喔 - 是基本上是今年最強 - 最強戲的一位女演員 - 最強 - 所以這個麥大哥選這個蝦厚是余美人啦 - 對 - 不過聽說皓如呢 - 你選的這個蝦厚 - 絕對可以跟美人姐一較高下的 - 也是一尾活跳蝦喔 - 我跟你說 - 來來來 - 誰啊? - 小S - 也是今年的最佳女主角 - 怎麼說呢? - 也是最佳女主角 - 其實我覺得她今年算是流年不利 - 就是動輒得救 - 不管做什麼事情 - 她以前 - 好多年前就有在做的 - 今年做被罵殘 - 主持呢 - 以前也就在主持了 - 她康熙的風格就是這樣子 - 是 - 但今年就被罵殘 - 就譬如說她那個代言那個私處的 - 私密處的廣告 - 喔有有有 - 然後她記者會上 - 她這個東西已經代言五年了 - 她就曾經就說過自己是什麼月光寶盒啊 - 自己是營火蟲啊 - 還有燈塔之類的我記者 - 要入圍金鐘獎 - 月光寶盒啊 - 有有有有 - 就是她下面私密處的都會發亮 - 差一點就得獎 - 對對對對 - 然後就被名嘴 - 就是那個小耀耀耀耀耀哥 - 就批她嘛 - 然後呢 - 拓野哥來台灣 - 康熙來了這麼大綜藝節目 - 是不是一定要賞 - 要嘛 - 那拓野哥那麼受歡迎小孩子 - 就跟他求教 - 是 - 跪下拜師求義 - 這就是她一貫的風格 - 大家都知道她是犀利人妻嘛 - 沒錯而且這也是節目的需要 - 她的效果也就在這裡講 - 對啊 - 那也是大家喜歡她的原因啊 - 對沒錯 - 然後你說她今年一直到現在啊 - 什麼胖達人事件 - 都扯到她了 - 然後又要被捲入這樣子的風波 - 甚至有這個官司 - 官司的這樣子的產生 - 所以我就覺得她其實是動輒得救 - 還蠻瞎的今年 - 那你看喔 - 她後來因為這個胖達人事件 - 她台灣其實很多代言活動 - 不是又傳出被換腳啊 - 什麼又有人頂替啊 - 然後一切都停擺對不對 - 她只接了在北京的活動 - 然後在北京的活動出席 - 她當然也是很開心啊 - 很敬業的擺一堆pose - 但是呢媒體就跟拍到 - 她下活動結束之後 - 要回飯店 - 然後後來呢 - 就在這個回飯店的這個路上 - 要到這個保姆車的這個路上 - 然後呢就不小心 - 不知道為什麼恍神 - 就跌倒了 - 但是而且他們還有算喔 - 跌倒了一分鐘 - 這麼久 - 一分鐘然後旁邊的助理啊 - 久安才辦 - 把它扶起來這樣子 - 嗯 - 大家就想說 - 小意思怎麼了 - 一向伶牙俐齒 - 然後身材這麼纖細 - 對行動那麼敏捷的人 - 欸? - 她怎麼會 - 跟美人姐一樣跌倒呢? - 哦 - 對啊,這人在失憶的時候 - 是不是連喝水都會嗆到 - 連走路都會跌倒呢? - 連走路都會跌倒呢? - 啊? - 什麼了? - 嬌寶奪下雙金 - 啊? - 啊? - 啊? - 這到底是命運的人 - 還是情感的糾葛? - 意思是另有隱情 - 所以大家就會覺得 - 唉呀,小S今年是不是真的 - 流年不利瞎了 - 啊? - 所以妳說她的瞎就是 - 不是她自己造成 - 是,不是外力拉變瞎了 - 但是今年對她來講 - 的確不是很開心的 - 沒關係啦 - 今年很快就要過去了 - 欸? - 也是 - 命運老師說到一年開始 - 走五年大運 - 喔? - 恭喜小S喔 - 會有貴人相坐 - 唉唷,那我們拭目以待 - 所以浩如選的最瞎女主角 - 是小S嗎? - 那接下來 - 來,志偉哥 - 你的最瞎女主角是誰 - 她喔,真的可以說實至名歸 - 真的嗎? - 你說她瞎不會有人說她 - 說她第一名不會有人說她第二名 - 真的還假的 - 真的嗎? - 因為她真的很瞎 - 唉唷 - 但是她的瞎我相信也不是她造成的 - 唉唷,那到底是誰 - 來,來,一 - 來,二 - 二 - 三 - 我們的志靈姐姐 - 志靈姐姐要剪完 - 妳很奇怪 - 因為志靈姐姐也被邁大哥評論過 - 對 - 邁大哥等一下可以參與討論 - 可是今年應該不是風雲人物啊 - 今年應該沒有她 - 喔,不是她嗎? - 今年是她 - 那為什麼你選她? - 因為她演了兩部電影 - 雖然說在大陸的票房還不錯 - 嗯 - 可是那個評論都不怎麼樣低 - 唉唷 - 然後有人講說 - 比方說像她跟華仔演那個富山啊 - 富春山 - 富春山 - OK,我跟妳講 - 天積 - 妳看基本上 志靈姐姐在裡面她是演配角喔 - 她戲份沒有很多 - 就哇,大家鋪念改靈 - 好像說她跟劉德華主演啊 - 怎麼樣怎麼樣 - 她不過在裡面是一個 - 不起眼的角色 - 她是主角啦 - 她的戲很多啦 - 真的嗎? - 她是女主角啦 - 蔡大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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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因為她來台灣上映的時候 - 都被剪光光了 - 所以瞎不瞎 - 對不對 - 還好 - 人家真的演技表現還看到 - 被剪光 - 她剪光這個戲還是他在裡面 - 然後呢,再來 - 就一天到晚都要被人家講花皮 - 她很用心去演 - 也要被講花皮 - 被講說 - 為什麼你林志玲不好好挑部電影 - 欸,你想想看 - 跟劉德華合作欸 - 華仔都演了 - 劇本都寫得好好的 - 我不演 - 劇本看的都好好的 - 她知道拍出來會變那一集的樣子 - 誰會知道 - 被人家說她用逆向行銷什麼的 - 你想想看 - 志玲姐姐在大陸闖出一片天 - 但是沒演一部電影就被批評一次 - 真的 - 再想前面一點 - 被罵得滿頭包欸 - 去年底今年初有一個電影叫 - 她有一個電影是嗎? - 麥大哥 - 幸福而渡嗎 - 幸福而渡 - 對,你也批評過這部電影對不對 - 幸福而渡我沒有批評 - 她上次都沒有批評了 - 她上次都沒有批評了 - 我喜歡 - 依依林就會我喜歡的 - 我喜歡 - 那到底是誰批評? - 我記得有人上次也是批評過的 - 我記得有人有批評了 - 那這樣我就會賣大哥 - 對 - 總而言其他在裡面啊 - 沒哪個批評的 - OK OK,一人分事二角對不對 - 是是是 - 那明明我覺得她把那種 - 拜經理的感覺演得很好啊 - 也要被說沒有演技 - 然後還要被講說 - 娃娃音怎麼老是不改 - 我覺得志琳姐姐的努力跟認真 - 全部被一些惡意的媒體 - 糟蹋、重傷 - 害她變瞎 - 惡意的磨黑 - 再來一個 - 再來一個我覺得大家一定有同感 - 記不記得年中的時候 - 怎樣怎樣 - 不是說被 - 變完啊 - 不是說被禁播嗎 - 然後後來又說可以播出啦 - 後來又說要播 - 但是大家要注意他的尺度喔 - 傳的很多嘛 - 然後就是他的聲音啊怎麼樣 - 我跟你講 - 結果你就發現說奇怪了 - 林志琳都已經到這種低名模了對不對 - 到底有level了對不對 - 現在都已經到這樣的level - 為什麼她要去拍一個那樣的電玩廣告 - 要被說低級 - 要被說賣弄性感 - 蛤啊 - 要被說賣事業線 - 這麼誇張 - 因為我覺得她是我的女神耶 - 林志琳從她出道我一直很喜歡她 - 是喔 - 但是我看到這樣的廣告我覺得她被糟蹋了 - 是 - 好好拍個冰淇淋 - 導演你硬是要把它拍得好像很猥褻 - 舔冰淇淋的模樣 - 然後你知道網友很惡意的要把它配一些有的沒的音樂 - 讓人家想鹿飛飛 - 怎麼一樣 - 我覺得又是限志琳姐姐於不意 - 邁大哥你評評你 - 欸我覺得以後 - 這樣對嗎邁大哥 - 我覺得志琳姐姐以後要 - 志琳姐姐戲演得很好很努力 - 不是不是 - 對 - 我跟你講我覺得呢以後志琳姐姐要接片之前 - 先打電話問邁大哥說這個片 - 我能不能接 - 沒有啦 - 喔不行喔 - 其實志琳姐姐的經紀人肉依其實很專業的 - 是喔那怎麼會被這樣 - 就是剛講那個電影連劉德華都已經被搞壞了 - 對 - 那你怎麼連劉德華都搞不清楚那個電影都被搞壞了 - 連華仔都這樣子怎麼辦啊 - 對 - 所以來志琳哥選的最下女主角是志琳姐姐 - 對 但是我真的要替志琳姐姐感到心疼 - 心疼 - 她是我的女神 - 來不及了你剛剛講了那麼多 - 我們今天選擇你主角都是我們心中的女神 - 真的耶 - 真的 - 都是女神嗎 - 我們都是很心疼她 - 真的 - 所以接下來玉琳哥你接下來有心疼兩位最下女主角是吧 - 是喔百分之百的雪中送炭 - 絲毫沒有戲虐嘲嘲笑的意思 - 是是是是 - 這到底是哪兩位來 - 大家應該有相當的共識 - 好來一二 - 狗熊生死鬥 - 狗熊生死鬥是哪兩位啊 - 狗跟熊嘛 - 狗跟熊嘛 - 狗雲會跟熊帶領 - 蛤 - 大家知道這個郭富城Aaron跟熊帶領 - 對 - 七年的戀琴呢 - 是 - 被這個台灣之光 - 狗雲會介入以後呢 - 畫下了這個休止符 - 那大家心疼之餘呢 - 當然呢 - 也在不斷的在挖掘這裡面的內幕 - 到底是怎麼回事 - 那過去的事情就已經過去了 - 現在呢 - 顯然呢 - 這個劇情呢 - 變成非常的讓人家感傷 - 本來 - 有到感傷了 - 任何偶像劇任何電影 - 那個結局總都是完美的嘛 - Heavy ending啊 - 那個王子與公主 - 過著快樂的日子 - 是 - 但是他們顯然沒有 - 就是一個王子跟兩個位公主呢 - 顯然現在都顯得形單影子 - 大家知道熊帶臉的英文名字叫令 - 現在呢 - 變成 - 是 - 孤林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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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往年呢 - 生日的時候呢 - 都會收到這個郭富城的祝福 - 對啊 - 那麼今年的生日呢 - 落得只能夠跟助理一起去吃日本料理 - 唉唷 - 然後呢 - 還要遇到這個多士的記者呢 - 跑來問他說 - 那郭富城也要生日了 - 你有什麼話要轉告他 - 好煩喔 - 那怎麼辦呢 - 他只能夠說祝他生日快樂啊 - 對啊 - 結果這群後世的記者 - 就跟當年的熊帶臉的整形前的照片 - 去問郭富城 - 郭富城說 - 這是誰啊 - 一樣 - 又來了 - 又跑去問郭富城 - 說那個熊帶臉祝你生日快樂 - 那我是郭富城 - 我到底要怎麼回答 - 那郭富城也是君子 - 可是我認為那一番話 - 如果是熊帶臉聽了也會不爽啊 - 他說什麼 - 他說什麼 - 多謝多謝啊 - 也祝福他快樂 - 最要緊的是要海山嗎 - 開心 - 唉唷 - 我都跟你分手 - 你管我害怕誰呢 - 對不對 - 唉唷 - 我都不害怕誰呢 - 誰就還在家開心 - 怎麼開心得起來嘛 - 真的 - 但是熊帶臉呢 - 也腦筋很聰明 - 他也會反唇相繼喔 - 大家別忘了郭富城之前有換鞋論嘛 - 喔對 - 就是這個鞋子穿不舒服就換掉囉 - 不能搞到說流血嘛 - 那熊帶臉呢 - 不曉得是這個情感的糾葛 - 還是命運的安排 - 竟然也接到鞋子的代言 - 好巧好巧 - 那記者好事的記者 - 又跑去了 - 唉唷 - 鞋子的代言啊 - 有沒有什麼看法 - 鞋子的代言啊